阿兄 这石门上的话好奇怪啊 启明须 说是祭拜山中鬼神之处 总是见到与虎有关的雕刻 这里真的有富贵吗 或许 这人就是灵山山神 旁边的白虎是他的使者 你看 他们经过了石柱群 中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 最后山神抵达了鬼神祭坛 找到富贵 那 那团发光的东西就是富贵 我们必须先把这些石柱排列好 通过考验才能成功走过这扇门 说得在理 香儿真厉害 是平常阿兄教得好 原来有我一份功劳啊 阿兄总是说些 红二啊 长安啊什么的故事 听得我都会编故事了 话说那一日 少年子叙走在长安东市 误入了隐藏在其中的天赋地在镇 镇中一十六根天赋地在石柱 多安是厉害 子叙左冲右突 竟生生被困在镇中 逃生无门 正当一筹莫展之计 香儿 别光顾着编故事了 也帮忙看看怎么破这个大镇吧 我不懂阵法呀 阵当子叙一筹莫展之计 机关之术 又擅长钉甲镇术 只见他轻轻一向 举手投足间 就解开镇法 带子叙逃出东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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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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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